赞老大师开显了五阵行 读诵 观察 礼拜 称明 赞叹 供养 可以万修万人去 我不学其他的 只看净土 经典 或者只念佛 也不推广其他法门的书籍 这样做对吗 要是对的话 为什么还有很多法师说 你这样是破坏佛法 最后佛教剩下念佛 其他法门都要被你们毁掉 请开示 我该怎么办 这个要智慧观照 赞老大师 悲悯我等众生 劝导我们专修 五种阵行应该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众生就是心散乱 这山望到那山高 今天修这个 明天修那个 恰好可能拙拦打水 已经敞空了 所以按照这个 善老大师专修的方法就做 没有错 那我们说专修净土法门 但对于人家其他修行其他法门的 这是对其他众生有缘法门 我们也不要去阻拦 也不要去诽谤 各有各的有缘之法 相互尊重 就可以 那你修你的其他法门 我修我的净土法门 相得一章 共同推进 这也不存在什么 最后剩下念佛的问题 众生根基不一 光一个法门不能普摄一些众生 所以才会有八万世前法门 我们对八万世前法门 通读佛法也得要尊重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念佛法门 就可以了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